剛剛有同學在說呢 我先把它弄大一點好了 不是 我要把這個弄大一點 綠色 左上角 這顆 不是不是我要把字體弄大一點 這一個 這一個到底是什麼鍵我 我有點搞不清楚 Zoom Out會越來越小 Zoom In才對 好 OK大一點 可能大家比較不會看不清楚 這樣看得到嗎 被我插掉 耶 被我插掉啦 好 在 這個是什麼東東 VS Code 我怎麼把這個取消啊 Laser 好 OK Name 不對 可以 可以 好 大一點 好 大一點 旁邊那個再按一下就會鋪起來 旁邊這個 對 這裡嗎 這個 對 好 OK 好 好 那 這個程式一直有同學覺得很怪 為什麼呢 我把Media印射到目前資料夾底下的Media資料夾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 我現在在目前資料夾我們執行這個程式的資料夾底下有一個Media資料夾 我們的意思是把 路徑Media 映射到Media 那這個好奇怪喔 你會覺得 欸 路徑Media映射到Media在有必要嗎 那我可以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把路徑呢 不要叫Media 我叫 叫 IMG 好 我把它映射到Media 這樣會怎樣 我們存起來 然後呢 我執行一下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OK 我們剛剛同樣的是這個程式 你會發現 路徑 欸 是這個程式嗎 不是喔 這個是區檔案 這個才是 我們 找不到那個照片欸 為什麼 我現在映射的路徑 我現在映射的路徑 本來 我這個 image.html裡面 我寫的是什麼 我寫的是Media CC 那現在找不到了 他 本來應該在Media CC Media 本來應該在Media這個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 CCC.jpg的 但是現在沒有 他找不到了 他找不到 欸 抱歉 這裡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寫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viewsource 這個才對 現在他找不到 現在他找不到了 他跑到哪裡去呢 他跑到 IMG底下 這樣懂了嗎 所謂的映射就是 我這個路徑到底要映射到你 你的電腦裡面哪個資料夾 這樣了解 那我現在把它改映射到IMG去 你在Media裡面當然就找不到 好 那就有同學很聰明 他就發現說 那這一行有必要存在嗎 這一行既然是把它映射到Media的話 那我 我還有必要他把它刪掉可以用嗎 刪掉你可以試一下 我如果真的把它刪掉 我把它存檔一下 再重新執行一次 server 因為這個server你程式改了 得要重新執行 那重新執行 接下來呢 我們 這個程式 回到剛剛的那一頁 回到這一頁 重新整理 OK的喔 但是 Hello還在 是不是 Image一樣不見 為什麼Image不見呢 APC本來就不存在 CCC.JPG也不存在 CCC.JPG 在哪裡 沒有 因為我們的資料夾裡面沒有CCC.JPG 我們現在是映射到public的資料夾 public的資料夾只有這三個 所以當然沒有CCC.JPG 那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給call過來勒 好背一下 然後呢 我把它call到public的資料夾 這樣子的話 我還找得到CCC.JPG嗎 我再跟資料 有勒 有沒有 所以 我其實 如果我全部都把它放在public 我根本不需要印射剛剛那個media 我就全部放public就好了 全部放public就好 所以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把剛剛那個media整個砍掉了 沒有問題 整個資料夾都把它移掉也沒有問題 你只要在public資料夾裡面有就好 但是 要注意一點 這樣的話 你剛剛的index.html就不對了 為什麼不對 看一下 因為index.html裡面這邊是用media.ccc.jpg 就得把這個拿掉 這樣子的話才會找得到 我們把它存起來 好 那重新整理一下 我把這個回到這裡 我重新整理 好 那 看一下 有沒有 ccc.jpg 找到了 所以 你整個 整個檔案安排的路徑如果對的話 這樣 剛剛那一行刪掉是沒有影響 但是你檔案安排的路徑要 要跟著 就是連結的部分要跟著改變 否則的話 有可能會找不到 那你至於要怎麼配置 這裡就有個問題說 我同學說 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我為什麼不把 根目錄直接公開就好 我如果這樣子映射 直接映射這裡 根目錄直接把它映射出來 這沒有問題 這應該還是可以做的 我們再做一次 好 這樣映射的結果會是怎樣呢 有問題 應該找不到 我先看一下 找不到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我剛剛映射的是public 可是現在我是把根目錄整個映射 映射了 那我要找它裡面 我就可能得再加public 對不對 對吧 我等要加public 它才可以找得到 那這些應該都還可以做的 沒有問題 好 所以紙資料夾也ok了 可是這有什麼缺點 這有個缺點啊 這個缺點就是 你看我的程式在這裡 你希望你的 server 程式都被人家看光光嗎 如果裡面有寫帳號密碼呢 如果裡面有寫帳號密碼呢 那 人家駭客就直接登入你的系統 所以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Static server 哇 程式碼出來啦 那萬一你帳號密碼寫在裡面你就死定啊 而且人家看到你的程式碼就知道怎麼攻擊你啊 ok 所以如果你把根目錄也 也弄出來的話 會有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好 我也可以看到它裡面的package.json ok 甚至 你的node module裡面的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可以看光光 對吧 只要你路徑射的對 路徑下的對的話 全部都看光光 這是安全上面的一個危機 所以 為什麼剛剛只印射public 不直接把根目錄印射出來 是這個原因 public就是可公開的部分 那程式碼就是我不要公開的部分 ok 所以 這樣子還是比較好 你把它加上public還是比較好 否則的話 你的 程式會有安全性漏洞 會很容易就曝露太多東西 這樣了解吧 好 ok 所以 大概 針對sql s 靜態 server的補充 就是這裡 好 那 剛剛又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說 那 剛剛有一個有一個參數 有一個沒有參數的 那沒有參數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我直接把根目錄印射到那個就好 或者是 用空字算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試試看 好 它意思就是說 我 沒有參數就是把根目錄印射到那個資料夾 的意思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所以 關於express的部分大概就先補充到這裡 那今天可能 就先上到這裡 靜態 server 講完 下禮拜 我們來講 表單的接收 欸對 但是 下禮拜講表單的接收 但是今天還沒還沒完 等一下 我來補充一個東西 http http 等 這個東西 你現在看到的只是程式 但是背後的網路協定 運作原理是什麼 我們來補充一下這個東西 先 讓各位 再讀一下剛剛的程式 真正